流行被害人坐上嫌犯所开的白色轿车后 随即被载走 这里是内湖区交通路旁 阳性与灵性嫌犯 假装要购买虚拟货币 与被害人相约交易 结果却此开三刀 胁迫被害人强走2万多克 施加约70万元的泰达币 及现金1万多元后 将被害人载往新北市树林丢包 内湖分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22日晚 被害人从事虚拟货币买卖 遭歹徒社局强盗财务 内湖分局以四行大 共同成立专案小组 经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 并核发鞠票 顺利将嫌犯拘提盗案 全案依强盗 妨害自由等罪嫌 移送侦办 事发后短短两天 专案小组就在新北市台山区 拘提两名嫌犯盗案 据查两人有多项前科 其中阳性嫌犯去年就曾以类似手法 诈裁虚拟货币 两人到案后坦诚 因为缺钱花用才行抢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强盗 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 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考量两人犯刑重大又是累犯 鉴请检方申请羁押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